这个帖子是在说这个怎么样避雷渣男的 他说预防被渣最好用的方式就是别让对方 你就是别脱裤子就行了 然后以别是张开你的嘴去舔不该舔的东西 比像黄耳镜那种 别让对方占到任何实际的便宜 你要增加对方的沉默成本 第二呢别让自己置于险地受到不尊重及时翻脸 比如说男人车你能不上就不要上 你不要随便去上男人车 不要搭个顺风车占这点便宜 黄耳镜就喜欢占便宜 搭顺风车的便宜 你想想 真的把你拉到荒郊野外 强奸你在车内强奸你那是轻而易举 不在车内强奸你 他把你到了哪个地儿 把你拉下来 男的拉女的拽女的拖拽女的太容易了 你除非是他有一 这个男的特别瘦特别矮 你长一百 你特别高特别壮 他拽不动你 我把你拽到哪 然后你想来都来了是吧 拉拉扯扯的在外面也不好看 这男的就非要把你拽到他住的地方 你结果你带了人家住的地方 那这肯定是成为人家的下酒餐 还有呢 就是跟人交往中别委屈自己 感受不到爱与你要随时都能 就是推开牌桌不玩了 及时撤 就是任何的关系都是这样 包括跟你父母都这样 我感受不到爱与 他们老娘能有独立 生存能力有经济能力 老娘跟你固地掰 亲姐就是这样 对待这个死爹和他那个死天房 别轻信甜言蜜语 没有行动都当房屁 黄阿姨就喜欢听那个什么 那个北京的他那个老乡的白区 那白区呢跟他讲 他说我们家称一个亿 我妈是中国电信的高管 结果这个白区就餐馆里 这是打杂的 就餐馆里的 还住地下室的 你想想 这白区就敢吹这样的 很牛逼 黄阿姨真的信的 黄阿姨真的相信的 贪呢 就是女人你不贪心的话 你别贪婪的话 黄阿姨就 就看到谁家有钱 哎呦立马裤子就松了 裤带就松了 还跟人打了一个 速炮 不知道这速炮是怎么的 估计他又跟人舔鸡巴了 黄阿姨就喜欢舔鸡巴 他是舔鸡巴 还有呢就说如果你是个母胎单身的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男性他试探你 就各种小试探 什么试探呢 比如说跟你这动不动就假装 过马路的时候揽一下 这个你的腰 或者拽下你的胳膊 跟着说实话戳一下你胳膊 或者说摸一下你的肩头 这种小动作 其实你要是一个有女权 刺猬的人你就知道这是把你当猎物了 缺姐为什么不接受小王啊 小王他第一个也是这样 突然一下子从这个在小门口 缺姐正走着跟这个老公打电话呢 缺姐没想到成为这个小王的这个 凝视对象 小王是把那小黄车啊 停在了学校门口 对面街上 他正好看到这个缺姐进了校门口 他突然打跨步 就立马抓着缺姐肩膀 这缺姐一下子就毛了 就烦了 当时就烦了 干嘛呢干嘛呢 就就训斥他 呵斥他 我想这他妈这就是他 这个人他一开始肯定不是说 他想跟你正式的谈恋案 就是这种人你必须得 就这种人 你你得不要中他的圈套 你要以我 如果是他这么撩你 以这种把你当利物的这种前提下 撩你 你就觉得心花怒放 你肯定是被他白嫖的 你肯定是被他骗炮的 如果说你想试探不好这个人 你就把这时间转向拉长点 拉长个三五年 三五年过后 你再看这男的 还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说他由开始把你当猎物 后来转为 他慢慢他爱上你了 他观察你 分析你 他越来越喜欢你 你看后来小王 他就不敢对缺姐轻举妄斗 他发现缺姐特别不好 不好这个得手 因为缺姐一直释放的 就是不可得性 不可侵犯 就高高在上 大义领软神兽不可侵犯 就是你碰我一根毫毛都不行 老娘就要跟你翻脸的那种 他就不敢动 缺姐了 故意的是跟这个 瓦莉莉亚 瓦尼萨 就是贴贴抱抱 喽喽 亲亲 故意当缺姐妙 故意的跟那个杰克女 说话天天蜜蜜 让缺姐听着 看着就烦 他故意的 让缺姐吃醋 但是缺姐唯一不吃醋的就是 他跟瓦尼莉亚 瓦尼萨 肢体接触 我缺姐一点都不吃醋 为什么 因为缺姐知道把力量和瓦尼亚 完全把他当小弟弟看 对他完全没那意思 就是跟他 就是这种 这种什么 互相咔油吧 应该是 就有这么小弟弟抱一抱亲亲 他们心里挺爽 老大姐 缺姐就 对他们俩就没有任何的笑话 就是看他跟杰克女说话 那个黏糊那个劲 带着一脸的那种甜笑 哎呦 这小王带着一脸的调 甜笑的跟人家说话 然后知道缺姐西语不好 他就非要跟杰克女说 把他拽西语 缺姐就有点吃醋 说句实话 是被他给煽动的 就有点 这个就什么 跟他舞起来了 太烦了 这两个人 怎么这么这么讨厌呢 就反正确姐就 讨厌的就是什么呢 你心理上跟人家 有这种黏糊劲 心理上没黏糊劲 你肢体有什么肢体 对缺姐来说都没用 后来缺姐就真的是有点烦 然后小王就终于知道 缺姐的明白在哪 知道缺姐 看不得他跟别的女的 这种搞暧昧 肢体接触 我们德语帮的 缺姐不在乎 就是你心理上 你个人在搞这种 黏黏糊糊 给缺姐看 缺姐说就是 胜利本能就厌我 这是缺姐跟他 就舞起来的这么一点 如果说呢 就是你们真的想干谁 进入什么 性缘关系 亲密关系 缺姐建议啊 就是没有肢体接触的阶段 搞纯爱 你拉 把这个战线拉到三五年吧 拉个三五年 你才能慢慢的观察出 这个人的大概率 他的性格 他的动机 他的用心 他的这个人的各种的能力 三五年观察这个人 差不多能观察 然后你再决定 要不要跟这个人 确立这种恋爱关系 最起码同学 三五年怎么着 你能观察出来了 对吧 这个人的能力如何 潜艇如何呀 你都能观察出来了 三五年 就把这个三五年 平常就以普通的朋友 这种交往接触就可以 不要跟人 线下的 就线上的瞎聊 就线下 不期而遇 遇到了就遇到了 线上不要瞎记不了 没用的 聊的越多 你露出来的bug就越多 除了学习 就是跟男的 你们生活中接触的 除了学习和工作 一句私人的话题都不要聊 搞纯爱嘛 是吧 搞纯爱 你才能看得出 这个男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了你的 他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意 你不搞纯爱 只要你肢体跟他接触 你就克制住 这种自己的这种好奇心 还有什么小碌碌乱撞 就是你们接触男太少 多接触男人 跟男人以这种 无性别的色彩的这种接触 把他们当成无性别 跟他们多接触 这样你对男人 他就去了那个魅 魅力的魅 你就不会把男人 当成怎么回事 什么这种 什么恋爱脑 什么信源脑 都没有 就把他们当成 无性别的看待 然后你 跟你保持肢体距离 这个到了线上 不要聊 不要聊什么什么什么的 什么的 情感的关系啊 分享日常生活都不要 或者说自己的美美照 都不要 你也不要表现 自己的什么这种 自我欣赏的 这个孤芳自赏的 这种美貌 你跟男人展示 你女性的这种颜值 就男人都会想 哎呦 他在我这卖骚呢 哎呦 他想让我操他 他在释放 他在对我释放 他的可得性 他想跟我建立 性感关系 不要 就是 以这种无性别色彩的 哥们似的 这种交往 你看看 跟他们来一段时间 你看看 你就知道 他们到底 这个人 真实的面目是怎么样